男人用针扎向小人 下一秒 之后他将小人对折 最后掏出打火机 保安的身上瞬间开始冒烟 他惨烈的尖叫声传遍整个屋子 男人名叫安东尼 他是一名祖传的驱魔师 安东尼还年轻的时候 跟一个恶魔结下了梁子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一个女人被恶魔缠身 来回折腾了很多日子 全身溃烂 毫无生机 最后家里人实在没办法了 找来了安东尼和他母亲 安东尼对着女人吹了几口烟 对方却猛地睁开双眼 一把抓住安东尼的胳膊 好不容易正脱开束缚 女人紧跟着就浑身扭曲地将她扑倒在地 安东尼连忙起身躲进屋内 但对方穷追不舍 他只能反手扔过去一张毯子 然后趁机将剩水洒在女人身上 他体内的恶魔顿时受到灼烧 眼看情势不妙 留下一句诅咒便落荒而逃 从此安东尼开始了板战心惊的生活 这个恶魔名为刮拉亚 他诅咒了安东尼及其子孙后代 多年以后安东尼顺利成家 原本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妻子生产的时候 那天是血月 妻子惨痛异常 对着血月诞下一个女婴 这一切都被刮拉亚看在眼里 从这天起 他便盯上了这个孩子 没几天的功夫 安东尼就发现妻子中邪了 眼睛死瞪着天花板 喃喃着刮拉亚的名字 女儿也一直在痛哭流涕 安东尼起身向外看去 发现有诡异的黑影跑来跑去 门口还摆放着奇怪的法阵 他当即用脚踢散 隔天便带着女儿塞琳娜去了山泉圣水旁边 和母亲一起为他编织项链 对于他们来说 信仰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每一位驱魔人都有自己的项链 他们与大自然相连 必须终身有着坚定的信仰 安东尼的家族有着神圣之血 所以还要格外小心 等傍晚时分 他回家的时候 却看到妻子正在愣愣的在门口踱步 最终化作了刮拉亚的模样 安东尼顿感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一进屋就看到了暴毙的妻子 他痛心疾首 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妻子 但是已至此也没办法 安东尼只能把对王妻的爱寄托在女儿身上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 塞琳娜平安成长 从小便展现出了驱魔人的天赋 而刮拉亚始终没有放弃塞琳娜 他知道对付驱魔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破他们的信仰 塞琳娜现在还小 非常适合动手 这天晚上 他被一阵神秘低语唤醒 一出门 便看见母亲正站在不远处的树林里 朝着自己招手 他对母亲充满渴望 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 殊不知 这其实是刮拉亚的伪装 塞琳娜被一把抓走 刮拉亚趁机取下了他脖子上的项链 也正是这一举动 导致塞琳娜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变得不再与家族同心 等安东尼察觉到不对赶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醒来的塞琳娜开始一天天厌恶现在的生活 他不愿待在深山老林中 安东尼健壮 也只能顺遂女儿的心意 带着他搬进大城市中生活 安东尼还是靠着驱魔赚钱 塞琳娜对此非常不满 他不喜欢这种工作 同学们都知道安东尼是驱魔师 塞琳娜因此成为了他们眼里的异类 尽管安东尼并不会因此觉得羞耻 可塞琳娜正直青春期 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认为安东尼毁了自己的人生 却不知道自己引以为耻的父亲拯救了不计其数的人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天 塞琳娜不顾劝阻 执意打开房门 里面被绑着一个中了鞋的人 他正脱开束缚 飞扑向塞琳娜 安东尼健壮 抡起伏魔储就刺了上去 虽然救下了塞琳娜 但中鞋的人也因此被扎死了 安东尼过世杀人 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塞琳娜从此与他不再来往 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如愿以偿地过着平凡生活 如今多年过去 塞琳娜结了婚 和丈夫戴维德十分恩爱 工作上也是顺风顺水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塞琳娜依旧不喜欢安东尼 所以从来不去探望她 倒是戴维德 时不时地会去精神病院看看安东尼 这天他们照常在闲聊 戴维德向安东尼讲述塞琳娜的生活 为了哄她开心 还说塞琳娜其实很想念父亲 只是工作太忙 抽不出时间过来 安东尼完全无心聊天 她的注意力全在新闻报道上 过几天就是血热了 安东尼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这天晚上塞琳娜正在睡觉 瓜拉亚突然出现在卧室中 虎视眈眈的盯着她 睡梦中的塞琳娜 察觉到异常被惊醒 可当她打开灯的时候 瓜拉亚却又凭空消失了 塞琳娜没有多想 以为自己工作太累出现幻觉了 次日上午 一个女人前去拜访了安东尼 她拿出一个烟斗 这是从前安东尼的东西 她意识到有一场心灵神会的点燃烟斗 但随着一阵阵烟雾的升起 安东尼在女人的脸上 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这是他们驱魔师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 母亲告诉安东尼 瓜拉亚已经席诊重来 她会在月圆之夜 将塞琳娜当作祭品献给邪神 安东尼要帮助塞琳娜重拾信仰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她 前来为安东尼送信的女人 是他们家的亲戚 名为珍妮 她会设法协助安东尼 意识到女儿有危险 安东尼当即坐不住了 她和珍妮约好 今晚逃出精神病院 这里有两名安保 他们会定时巡逻 安东尼把安眠药放在茶水里端给室友 等对方睡着以后 她就带着工具箱离开 安东尼找到一位病友戒真和线 这些年以来 她竟跟这种人打交道了 闲着没事 就把自己的驱魔精力 写成话剧让他们演 得知安东尼要逃跑 大家都争抢着想帮忙 破于无奈 她也只能同意 于是其中一个女病友去找一名安保 其他人负责放风踩点 安东尼则在用针线缝布娃娃 女病友故意和保安套近乎 借着按摩的名义 剪下保安的头发 并转交给安东尼 她把头发缝在布娃娃上 吹了口仙气 念动咒语 诅咒了那名保安 不过安东尼没有杀她的意思 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保安赶出去 这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保安浑身冒烟地跑到门外 安东尼也成功趁机逃了出去 而珍妮早已驾车等在门口 她带着安东尼回了自己家 找了赛琳娃工作的地方 还弄来了安东尼所需要的工具 她与时隔绝的这些年里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想帮助赛琳娃重拾信仰 安东尼给先赢的她的信任 珍妮给了她一部手机 还有现代服装 次日安东尼来到赛琳娃的公司 费了好一番劲才找到赛琳娃 可对方根本不想见她 前台也不能随便放人进去 安东尼十分无奈 而赛琳娃则直接拨通了 精神病院院长的电话 告知她安东尼跑出来了 当天晚上 赛琳娃心事满怀地回到家 向戴维德诉苦 对方见状 也觉得安东尼有问题 担心赛琳娃有危险 戴维德便嘱咐她 最好还是不要见安东尼了 谁知道这个老头 在精神病院待了那么久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安东尼正在家里 准备对付刮拉亚的道具 她熬得眼睛通红 尽管不被女儿接受 但安东尼对她依旧充满牵挂与关爱 既然赛琳娃不愿意见她 那就只能采取别的方法了 安东尼煮了一锅魔药 从赛琳娃公司拿了一个纸杯 丢进去作为媒介 很快 办公室众人的杯子里 便飘出黑色的烟雾 闻到味道的众人 纷纷不受控制地起身离开 而赛琳娃此时正在闭眼冥想 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电子设备也莫名坏掉了 紧跟着安东尼出现 她想将事情讲述清楚 可赛琳娃根本不听 对于安东尼的忠告 赛琳娃一句都不想听 眼看她如此抗拒 安东尼也是十分无奈 最终她留下一瓶魔药便离开了 叮嘱赛琳娃遇到危险 就把魔药涂在身上 这东西可以保护她 安东尼回到家后告诉珍妮 刮拉亚的力量比之前更强 因为赛琳娃抛弃了信仰 而刮拉亚正是以此为时 要想彻底解决她 必须要想办法帮助赛琳娃恢复信仰 这样刮拉亚的力量才会下降 当天晚上 赛琳娃看着那罐魔药油 陷入了沉思 她想起年幼时 安东尼敲响鼓锤的模样 想起那些年 妇女俩相依为命的时刻 安东尼又当爹又当妈 独自照顾赛琳娃长大 这一刻她突然有了愧疚之情 可想到自己 因为安东尼的工作所受到的非议 赛琳娃还是无法释怀 她一想起来就会浑身发抖 殊不知 刮拉亚一直埋伏在她的卧室中 与此同时 安东尼通过做法 化形去了赛琳娃家 结果被刮拉亚一爪子拍了回去 她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恶魔一直潜伏在赛琳娃身边 戴维德就是刮拉亚的化身 意识到情况不妙 安东尼非常担心 刮拉亚也没有任由她行动 而是当面与安东尼对峙 结果被喷了一脸剩水 只能回去找精神病院的人 把安东尼抓回去 次日 赛琳娃注意到了戴维德脸上的伤口 上面已经腐烂身躯 还没等她说什么 就被戴维德施法弄晕 今晚就是血月之夜 安东尼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天晚上 院长出于好奇 喝下了安东尼准备的一瓶污水 他并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只虫子 但随着血月的到来 院长逐渐开始发生变异 安东尼也开始想办法离开 但是刮拉亚提前迷惑了她室友做眼线 安东尼难以离开 此时 刮拉亚已经不好发振 将塞琳娃抱了进去 随着月亮越来越红 院长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最后直接变成了恶魔的模样 冲着台上的人不断嘶吼 眼看情况不对 大家被吓得一哄而散 就在这时 珍妮抵达精神病院 他是来营救安东尼的 他这会儿正被刮拉亚隔空遏制的脖子 已经命在旦夕了 院长在这时赶了过来 附着在他身上的 其实是珍妮一直养着的帮手 院长上前撕烂了刮拉亚的爪牙 成功救下安东尼 珍妮带着他火速驾车 赶往塞琳娃家 另一边 刮拉亚还在准备仪式 赛琳娃醒过来以后 一刀扎在他的腹部 而后挣扎着爬向一旁的桌子 拿起安东尼给的魔药油就跑 他跑到天台 往身上涂满药油 此时刮拉亚已经找了过来 等安东尼和珍妮赶来的时候 他已经藏了起来 安东尼在恍惚之中 感觉自己回到了老家 妻子正笑盈盈地朝着这边走来 他刚想伸出手 赛琳娃便跑了过来 提醒他那是刮拉亚变的 于是安东尼火速举起 伏魔杵扎了过去 随着刮拉亚死去 赛琳娃的项链逐渐浮现出来 他重新佩戴好项链 重拾了自己的信仰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恶业军团》 一部上映于2022年的恐怖片 要说吓人程度的话 其实一般般 特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剧情更多的 其实是在讲述这对妇女的感情 所以会显得稍微乏味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